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的題目是宋友人的分析 今天我們學習李白的宋友人 這首詩是屬於什麼的題材呢? 其實這首是一首五言律師,全詩共有八句 那本詩頭兩句描寫的是什麼景色呢? 作者說,青山,橫,北角,白水,繞東城 作者描寫的是與朋友分別的景點的景碼 而這裏就是城郊了 他先遙望北面愛城的青山,又遙望東城的河流 古人說,宋君千里終須一別 作者送有人直至郊外,知道前面已經無路可以再送 必須就此地分手 那這兩句運用了什麼修詞手法呢? 答案是用了一對偶 而青山對白水相對 因為是注意顏色彩名詞的相對 而橫和妖也是相對的 北角和東城也相對 這就要注意方位名詞的相對 所以這句對偶是十分工整的 所以第三、第四句成上的意思就是 此地一為別 孤鳳萬里正 孤鳳是什麼呢? 作者用來比喻什麼的感情呢? 孤鳳是孤獨的鳳土 鳳土與風而飛,漂泊無定 作者用來比喻有人如鳳土般被風吹去 大家相隔萬里,現間映相 這兩句表達作者與朋友來別視的相感 而第五、第六句寫到浮雲樂日 作者有什麼聯想呢? 作者說,浮雲由子而樂日故人情 他看見浮雲,聯想起由子如浮雲般行中無定 而看見樂日感到他不忍於大地告別 聯想起他和朋友一樣,大家都是依依不捨的 那這兩句的對偶也是十分工整的 譬如說,浮雲對樂日 尤子對故人 二、對情 但是無論怎樣不捨,總有分別的時候 那這個是令人傷感的即刻 作者怎麼描述那種感情呢? 作者說,揮手自知去燒燒巴馬味 作者運用借物書情的手法 他描寫巴馬離群的馬 這裏是指附載有人離開的馬 發生燒燒場明,令人覺得反彷彿 馬忽都為了別離而發生哀嚇 大家試想一下,動物上且有情 人為萬物之靈有什麼感受呢? 人當然更加傷心 而大家覺得這種書情手法有什麼好處呢? 作者不直接披露自己的心情 而是借動物的表現間接書寫情懷 這種寫法可以更加使感情更加行速遠轉 令讀者再三倍尾加強藝術的感染力 而此外,馬的悲鳴也可以加強酸染離別視的悲傷氣氛 大家試想一下,在黃昏日暮之際 巴馬悲鳴聲中分別,那種傷感氣氛是十分之強烈的 所以作者用這種書情手法是十分之成功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了 通知情懷耗 因為發生的關係